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委托书的使用在现今的股东会的价格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不一定有时间能够出现 那这样子可能会导致股东会的持续率 今天就算股东本身持股非常多 他也不能够说因为自己的持股数很多 所以他可以帮百分之几十给谁 百分之几十给谁 不行 股东受托的话 如果今天只有一个人委托你的话 不管他委托的股数是多少 通通没有受限制 当你拿到两张以上的委托书 你就会受限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叫做 公开发行公司出席股东会使用委托书规则 我们也可以由股东们总共合起来 到达一定的比例的时候 请一个特别的法人单位做公开征求 那如果是我们请我们公司的服务代理 来做公开征求的话 章数不做限制 股数不做限制 唯一是什么 那一次不能够有选举表决的案 当然我们简单的来划分 就是所谓的公司派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 如果是有一个市场派那边 他们就奉托一个叫做中国信托 然后那个公开征求人这边 他就拿到百分之三四十八 那你看这个加起来就百分之四十八 百分之超过一段以上 来担任新的董事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